蔡依林演唱会设置了高空舞台 当他在上面表演的时候 舞台两侧分别会有两盏聚光灯 将灯光笔直的打在他身上 若已经知道这两盏聚光灯投射路径 落在两个直线L1、L2的方向上 请问蔡依林所在的位置坐标为何 好,所以呢 就是两条直线会打在一个点上 意思就是这两条直线会交于一点 所以呢我就利用参数式 好,第一条直线 我的参数式可以怎么写 我令它为T的 好,所以XS的部分呢 就等于2T Y的部分呢就等于2加T Z的部分呢就是2加2T 好,那第二条直线呢 我们的参数用S 所以XS的部分呢就会等于2S Y的部分呢是3S Y的部分呢是3S Z的部分是4S 好,那我们就来解 解连力 好的,第一试第二试 我们 第一试 减掉 用第二试好了 第二试 乘以2倍 减掉第一试 好,所以就等于4 会等于 3266-2 4 好,所以4S等于4 所以S等于1 这样子呢 带回去就可以知道T等于1 好,我们带入第三个式子来验算 2加2有没有等于4 有 所以呢 它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当我们的S跟T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焦点 好,所以这个焦点呢 是多少 你要带S还是要带T 当然是带S啊 因为不用加加减减嘛 全部乘以1就好了 所以就是234